今天感谢主 今天我们请到 李国寻弟兄 为我们来传扬神的信息 我们请李弟兄 一送准备平安 这是犹太人 跟犹太人的打招呼 平安 在上帝里的平安 那我们中国人是拱手的 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 从美国到非洲传福音 当他到达那个地点 他用自己传统的打招呼 说嗨 那些土人看见他举起手 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那个宣教士也很稀奇的 我跟你打招呼 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原来那个部落的打招呼的方法 是碰壁子的 不是嗨的 所以大家一场误会 其实打招呼传统来说 有很多的方法 好像我们刚才说 传统中国人是拱手的 美国人是嗨的 英国人是窝手的 有些人是碰壁子的 有些人是听这个念的 今天我们多了一个动作 就是碰这个手脏 所以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要改变了 我们也理解这个改变 今天弟兄姊妹 在这里聚会 都是神的恩典 教会邀请我来 分享讲道 也是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祷告 主要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世代里面 你给我们看见 一下子就改变 还有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主啊 你仍然作坊 你在天上在地上都作坊 我们心灵也是你的宝座 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 交托在你手里 你跟我们同在 这个是永远的应许 我们恭敬把聚会 交托在你手里 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交通的一段圣经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 我们来看那个 overhead project 我念给大家听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月瑟 还没有允许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祷运 她丈夫月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授予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秀了 正失恋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侍者向她梦中显现 说大会的子孙月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运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 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听她的名为 以满内力 以满内力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月瑟醒了 起来 就遵作主侍者的吩咐 把妻子取过来 只是没有和她同访 等她生了儿子 就给她起名叫耶稣 有一个著名的基督教文学家 叫Philienzi 他在大学的时候 念的是英文和传播学 他曾经在读者文哉 基督教刊物Campus Life 写稿子 后来担任了今日基督教 刊物的总编辑 他出版过 许许多多的基督教信仰的书 英发量超过一千五百万本 除了英语 还有四十多种 其他国家语言的翻译 他的书籍 他的内容 帮助了世界各地 许许多多的信徒 他有一本书 叫The Question That Never Goes Away 里面讲到 他在2012年 遇到的三件事情 对他影响很大 一件事情发生在2012年3月 Philip当时在日本的东北 参加当地一个基督徒的聚会 就像我们这样子 那一次聚会 目的是追思在一年前 就是2011年 发生在日本东北 东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九级大地震 那次地震 引起很大的海啸 灾难过后 伤亡惨重 还引起辅导核电厂的爆炸 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 Philip来到这个教会正道 安慰当时聚会的人 第二件事 发生在2012年10月 Philip来到欧洲南部的 波黑共和国 就是南斯拉夫旁边的一个小国 在首都参加一场聚会 这个城市曾经在1992年到1996年 在四年里面 发生很严重的种族残杀的战争 非常内战 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恐怖的战争 打仗完了 全国家85%的建设物 全部尾掉 原来430多万人口的国家 死去27万8千人 国家的一半人口200多万 成为无家可贵的难民 Philip来到这个战火破坏的城市 当地的居民 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颜料来过冬 电力跟食物十分的短缺 哪里的基督徒跟他说 在战争最恐怖的时候 我们就把眼泪擦干 坚持地活下去 第三件事 是讲到他在2012年 圣诞后的第一个主日 Philip来到距离美国纽约 一百公里以外的一个新的社区 叫牛坦的 他去那边讲到 教会的牧师是Philip的好朋友 原来在圣诞前的12月14号 小镇上发生了一个严重震惊全国的惨剧 一间附近的小学 当天20个小朋友和六个教师 给人开枪杀了 松手当时马上自杀 他是一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警方来到松手的家 希望找出原因 可是发生得到 这个单亲家庭的母亲 竟然已经给儿子打死了 由于儿子死了 始终找不出真正的原因 Philip走在这个 只有两万人口的小镇上 看到这个社区中心 学校和受害者的门口 对满了许多哀悼的话 卡片和玩具 当他回到家里 收到出版社的电话 Philip就讲起这件事 于是大家都决定 这几天之内 把Philip一本书 关于上帝在苦难中 跟我们同在的书 免费的让所有的人 在网上下载 不到三天 已经有几十万人下载 可见神跟我们同在这件事 是大家所关心的 今天我们看重神跟我们同在 其实历世历代 属于神的子民都很关心这件事 我们今天所念到 马太福音第一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 有一个名词叫 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 最早出现在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里面 以赛亚先知书第七章 告诉我们古代的中东 有一个很小的国家 叫犹大 同治犹大的君王 必须是大卫的后代 换言之 只有大卫的子子孙孙 才可以当犹大王 以赛亚先知的时代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 当上犹大国的君王叫亚哈斯 你想 他是一个怎样的国皇了 亚哈斯做了许多邪恶 误犯神的事情 他竟然在圣殿的前面 建立了一个迦南人 拜偶像的祭坛 引领百姓离弃神 甚至把自己的儿子 献给偶像 消失了 他又把通往圣殿 今晚使用的 专门通渡 封起来 意思就是告诉人 我亚哈斯 永不尽神的殿 当时 北边跟犹大分裂了以色列国 和叙利亚 一起来攻击 犹大的耶路斯罗 在敌宗我寡的情况下 犹大这个小国 总共死了十多万人 给人俘虏了二十几万 圣经这样说 犹大王亚哈斯和百姓 十分恐惧 好像被风吹动摇摆的数字 就在这个时候 以赛亚先知得知神的命令 告诉亚哈斯 神是至高无上的 他满有能力 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先知用以满内力 来说明神跟我们同在 劝告亚哈斯和百姓 只要你们相信 好好地依靠神 那么拯救就会来 敌人就会一败涂地 亚哈斯和百姓 亚哈斯和百姓 平常的恶劣行为 实在对不起神 可是现在受到敌人的攻击 我们的神 仍然让他们有机会 拯救他们 不想他们走上 毁灭的道路 可是亚哈斯和百姓 没有听从 他用整个国家的财富 竟然求亚俗国出兵救犹大 结果失败了 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就是预言以色列国的灭亡 耶路上后来的沦陷 百姓被掳和归回 一切一切都应验了 犹大王国以后 老百姓一直受外族人的统治 生活十分艰难 以赛亚出七章十四节说 必要同你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满内力 百姓一代一代的等候神的应许 希望那个从神而来的拯救者 打救他们 可是时间一直一直走着 从以赛亚先知到耶稣的出生 足足过了七百三十年 犹太人根本没有大卫后裔的当王 百姓时代的弥赛亚 这位拯救者 必须有好几个条件 在犹太人的心中 作有大王的是大卫的子孙 弥赛亚一定是出生在大卫的家里 另外弥赛亚必须有 以满内力的特征 因为他从神而来 在他身上要看见神的同在 他在世人的面前显出神在其中 几百年来 大家都渴望这个弥赛亚早一点出现 事实上神已经老早预备了 在2006年的1月 美国太空总处发射了一艘太空船 这个太空船的目的地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星球 叫冥王星 冥王星距离太阳有48亿公里 太空船必须不停的航行才能够到达 经过了九年的航行 在2015年1月 终于到了冥王星 在这九年里面 科学家为了使太空船省电 来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把太空船的功能调到秋眠的状态 就是没有半点反应 也没有半点的消耗 不发出任何的讯号 太空船看起来好像不存在 到了2014年的12月6号 太空船快要到达冥王星了 科学家才启动它的功能 好像叫醒一个睡了的人 开了它的通信系统 展开拍照和研究的工作 这九年以来 这九年以来 许多人不知道有这艘太空船 这艘太空船默默从地球出发 航向遥远浩瀚的宇宙去 科学家却天天的紧紧地盯着它 指导它飞行的方向啊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 人在宇宙当中十分微小 微小的我们怎样可以知道神创造的奥秘 和暗中的安排呢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正好回应弥赛亚出现的特征 这些特征全部都落在耶稣的身上 犹太人马太把耶稣的生平写在一卷书上 就是我们所念到的马太福音 当主耶稣呼召马太做门徒 他就设定决心 放弃财富 离开过去犯罪的税吏的岗位 疑心疑意地跟随主耶稣 马太为什么愿意这样做 不止马太 还有许多人 其他人 他们愿意放下一切 来跟从主耶稣 马太看见许多的人 有患病的 有现在困难的 有知罪的 大家都来到耶稣的面前 得到帮助 不止问题得到解决 而且他们在生命里面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那些愿意照主吩咐去生活的人 都有新的价值观 他们都有新的人生 马太在主耶稣身上 看见了光明 看见了拯救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亲眼经历到了 死而复活的耶稣 耶稣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神让他复活 马太在 复活着主的身上 看到了永生的盼望 在马太的见证里面 主耶稣来自神 差派来的弥赛亚 他不止解决人生的困难 还将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带给人跟神和好的新希望 圣经明明地指出 没有不犯罪的人 人因为犯罪 得罪了圣洁的神 永远跟神分开 人犯罪的代价乃是死亡 新年开始了 对于过去 我们总要对人生做一个盘点吧 人世间 真的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事情发生 有时候这些事情 使我们惊喜 有些人 有些事情使我们嘴上 有些事情 让我们非常意外 有些事情 却是困惑 回首2019年 澳洲到处森林大火 2020年 来到今天 全球的流行病笼罩 人生下来 就像一个不能预知的方向前进 大智慧如孔子 也探生一说 不知生 焉知死 人是从经验才学懂人生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 多经历 人生都丰富 所谓失败来成功之母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是从经验 从失败中学习 孤陋寡闻 跟见多失广 不过是相对的讲法 不论怎样 人不管有多少学问 人不管有多少的建设 所知道都是有限 我们用有限的学问 去怎样 可以完全了解 事情和事局了 所以人中然有文明 有全场 有权势 我们终究是有限 此时我们刚才引用 孔老夫子的说话 反倒说明 他自己是有限的 他站在人生最大的问题前 坦然地说出自己的有限 这个才是真实的谦卑心 今年我们的流行病 瘟疫蔓延传修 人类高度的科学和门云 好像一个退下来的拳手 看见对方连环出拳 我们却无力地招架 甚至倒地 给人倒数三二一 没法起来 一个破烂的词 怎样可以胜水 一阵单一怎样过冬 一场狮子的疫病 不过反映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向 是对还是错呢 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每年圣诞和元旦 从澳洲运到中国的龙虾 是六千多公吨 平均出口价是一百二十澳元一只 去年中澳贸易战开打 澳洲我们本地的居民 可以用低于三十元 买到龙虾来吃 统治整个消费是三十五公吨 剩下的龙虾 放生大海 得到自由啊 我们人类在发达的地区 普遍过度消费来满足自己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所说的话 神是公义和实爱的 实在不想任何人 永远落在罪恶的沉沦下 可是人犯罪 神不以有罪为无罪 人类活在重复的犯罪底下 怎样出自治呢 好像一个小孩子 面上手都肮脏了 他却拿一盘肮脏的水来洗面 永远也洗不干净的 于是神将耶稣降生为人 耶稣的到来和牺牲 是开清辟地的大事情 他给世上任何人 看了一条离开罪恶 通往跟神和好的金光大道 并非好像犹太人所想 只是为重建犹大国 那些因着耶稣的拯救带死 愿意悔改的人 就马上有以马内力的生活 这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的新人生了 弥赛亚的降生和预备 是神老草的预备 马太巴不得自己的同胞 能够认识这个宝贝的救主 这位从神而来的弥赛亚 可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拯救者弥赛亚 必须是大会家族的子子孙生 如果没有这个特实的背景 犹太人是不会接纳主耶稣的 所以在马太福音开始 第一章一到十七节 马太就向犹太同胞 介绍耶稣是大会的后代 第一节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会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原文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耶稣基督是大会的后代 而大会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耶稣的家谱如下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这样说 雅各圣月舍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被称为基督耶稣 是玛利亚生的 短短的前后两节经文 门徒马太已经把 耶稣交代出来 他是属于大会家族的后代 而耶稣的降生 正符合七百多年前 以赛亚书的预言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利 神的同在 证明了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拯救者 经过好几百年 神的应许 终于在大会家中实现了 主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盼望 拯救着弥赛亚 把他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把耶稣出生的事情 尝试地告诉我们 经文的主角是月色 他是大会家族的子孙 整个内容都讲到 同女怀孕 以马内利的应许 怎样实现 这段经文一开始 马太把一对 刚定了亲事的 年轻男女介绍出来 男的叫月色 是大会的子孙 女的叫玛利亚 玛利亚正在等候月色 迎娶 虽然只是一个订婚 可是照社区的传统 他们已经被看作 有婚姻的名分 玛利亚受圣灵感应 怀了孩子 一个从未出嫁的女孩 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般人的想法 如果孩子不是月色 一定大有文章啊 我们从经文上 刚才所念到 已经感受到月色的困惑 和疑问 月色可能想着 玛利亚的生命 从何而来 事情是怎样发生 有什么内情 是不是给人欺负了 还是有其他问题 是真的这样吗 还是假的事情呢 是不是一场误会啊 真相到底如何 我该怎样看待 这个未婚妻玛利亚 婚月该如何处理 各种各样的问题 涌上月色的心头 究竟这件事 是怎样发生 如果我们是月色 也会在心灵里面 提出类似的问题 到底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最近美国太空 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教 他们根据考古的资料 还有卫星车辆的数据 更有大量的古今地图 来计算一下 三千多年前 海水的流向和水的深度 然后他们用这个AI的电脑 模仪技术 做出这个海水被风吹开的实验 科学教发现 已使出一百多公里以上的东风 连续强力地向一个方向吹了十二个小时 海水果然分开 露出四个小时的陆地 这个实验的结果 证明了旧约初埃子记 十四章二十一节 摩西向海沮向 耶和华奏用大东风 使海水夜退去 水奏分开 海奏成了干地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 当时是很难理解的 就好像我们这一切传染病一样 究竟怎样发生 究竟将来的发展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天 神未把真相告诉我们 使我们明白过来 月色怎样知道玛利亚怀孕呢 可能玛利亚告诉她 可能月色 用她的眼睛观察出来 总之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 并不是月色的 一般人 不会接受这种事 广东话说 如果摩尼会带呢 绿帽子我怎样可以带 月色也有这种想法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 她丈夫月色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收遇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修了 圣经告诉我们 月色是一个义人 犹太人义人的意思 乃是这个人在日常生活上 无论在任何的光景 他的言行 他的行为 他的做人的宗旨 是完全照神的吩咐而行的 月色是一个爱神的年轻人 自然懂得神的恩慈 和怜悯待人 好像37篇21节说 一言却恩待人 并且失色 她为了爱护这个女孩子玛利亚 不愿意 照生命纪22章 23到27节所说的 把未分妻和通奸的男人找出来 大家用石头 公开地把他们打死 月色这个义人 他有神连来之心 他采取另一种方式 只把和玛利亚的婚约 解除了就算了 这个办法就是 他去找两个 或者以上的见证人 在解除婚约的文件上签名 文件上只写着 男方解除女方的订婚 然后女方以后 可以找她的婚嫁的新对象 并没有讲到原因 这个方式只是 诗人静静地签上 这个订婚的月就解除了 结束了 以后男娶女嫁 彼此不相干了 月色正为这件解除婚约的事情 诗前想后 当然他在自己的地方 想这件事 没有任何人参与 可是他在想的时候 神已经知道他的心事 这好像诗篇139篇 大卫的诗歌这样说 以后华 你已经见他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过 你都细差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色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面 挽扰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啊 求你再建策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 永生的道路 这就是大会 非常透彻 认识这个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了 神知道月色的想法 于是他派天使 向月色讲明白 玛利亚受圣灵 而怀孕的真相 并且吩咐 月色快点 有完婚 把玛利亚娶过来 又告诉月色 月色你要亲自的 为这个孩子命名 孩子取名这件事 在犹太的社会的社区里面 有特殊的意义 表示这个新生的婴孩 完全给家族 接纳 成为家中 有身份 有地位的一个分子 月色听了天使的吩咐 没有任何犹豫 也没有任何的怠慢 马上遵命而行 他相信神 就把玛利亚娶过来 当玛利亚生了孩子 月色就依照神的吩咐 替孩子取名叫耶稣 让这个孩子 名符齐使地 到大会的族谱里面 成造了其中一个 弥赛亚的特点 就是耶稣基督 是大卫的后代 一个未婚的女孩 玛利亚 受圣灵感应 生了耶稣 这件事完全的 应验了七百多年 以赛亚先基书的预言 必有同女 怀孕生子 给他取名 以马内利 这个预言 正好实现在 马太福音第一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里面 以赛亚先基 曾经对犹大王 阿哈斯讲了预言 经过了好几百年 耶稣的出生 正好实现了以马内利 可见神所讲的话 他的音许 永不落空 今天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神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八到十一节 也给我们每一个人 很大的应许 经文这样说 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逼得 这能力 并要在耶路上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底 做我的见证 说完的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耶稣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静望天的时候 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回来 主耶稣怎样被接升天 他有一天一定会回来 过去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 一意地实现了 而主耶稣的回来 一定兑现 越是一个信心 以顺服的态度 接受了神的安排 成为一个蒙神祖福的人 耶稣在这对小夫妻 约瑟和玛利亚家中成长 这对夫妻 看起来很平寒 在世人的眼中 只值得两个字 平凡二字 但是 只要他们两个 一听到上帝的话语 就独信立行 真的好像梦子所说 一知所在 虽千万人 无枉知 简单的一对夫妇 日常的生活 做人的宗志 落于真主的命令而行 胜过一切 实在使我们惊弱 我们开始的时候 讲过2012年12月14号 美国的Newtown这个小学 发生了严重的倉击案 其实这个日子 对于那位基督教的文学家 Philip来说 特别的伤感 为什么呢 原来Philip的父亲 在他一岁的时候 当年就是12月15号 突然病死的 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一年 教会还打算 派他的父亲做酸教士 可是他父亲 突然患上不治的传染病 很快地离开他们了 只留下他太太和儿子 一个单亲的家庭 Philip一路长大 想着父亲一生爱主 而父亲服侍神的事情 还没有完成 于是Philip立定心智 念书写书 传承父亲的服侍 向千万人传扬神果的福音 王晴的确是改变了 可能变得更差 但是人的忌器 爱主的心应该更积极 的确我们的言行 将会造就别人 使他们在基督里面 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的市局风雨飘摇 连教会的聚会都减少了 甚至教会的 甚至教会聚会的地方 也关上门了 怎样去传福音 最近我聚会的教会 在门口立了一个放图书的小亭子 两层一层两层 放在教会的外面 教会把弟兄姊妹 送来的基督教书籍 包括小童的信仰图书 都放在亭子里面 随便的让过路的人拿去 好让福音传到别人的手中 这不过在疫情下 发生了一件事 弟兄姊妹 可能大家有更多 更好的办法 去关心我们教会的主内肢体 甚至那些福音的朋友 我们可以打电话 写卡片 网上读经分享 见证分享 告诉大家在困影下 我们基督徒的指望在哪里 正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 只要心里尊重基督而胜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都是很重要 很有意义的服事 人的一生 不管在混乱下 不管在富足下 不管你是迁移下 也不管你在恩恶下 所想所挂的是什么事呢 如果你动灵世间的人情 大家都知道 失望的景欲十之八九 财富是你劳苦得来的 身体却一天一天在碎败而去 一切的得势 由于破网的胜水 我们地上的日子好像鱼烟消去 怎样让人得到永恒的满足 喜乐 安息 盼望呢 这都是我们思想的地方 绝出在地上生活 无时无刻 不以天主的事为念 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在胸口 紧紧地以主耶稣的吩咐 放在心头 主啊 你的日子尽了 我们时刻等候你 英文是 His state is near Wait for the law 这次疫情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外面教会统计 因为聚会有些关了 有些人数减少了 总共平均少了 十二个巴仙的人 这十二巴仙从教会少了的人 当然有一部分是 再没有去教会了 可是统计一下 有很多的基督徒 都在网上去听讲道 还有在网上看圣经 和比起交通 看起来教会的人数 坐着的人小了 可是在网上的基督徒 却没有减少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过一个 立志过一个 以满内溺 与神同在 与神同行的生活 在基督徒 在基督徒 借着各样的办法 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 彼此鼓励 同辈建造 有意义的人生 就是人生的意义啊 我们要记住 今年是你一个 有意义的年份了 最后愿意 以提摩套书第一章九到十节 我们彼此勉励 彼此同行 神救了我们 以圣造造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这种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 祂已经把死废去 这种福音 将不能流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在 年头的时候 彼此听到你的话语 彼此勉励 主 因着这样子 我们知道 你常与我们同在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的光景 你这种主耶稣的事情 免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还要吩咐我们 做地上的见证 主啊 事实上我们不能 唯有你的恩典 力量 格外的显示给我们 我们把这位处 弟兄姊妹 交托到你手里 没有一个羊会迷失 没有一个人会失去 我们 深信里 会是给 智慧给我们 负责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 还没有可知的未来 带领他们 冲破一切困难 我们就好像一些人一样 擦干眼泪 继续往前 我们恭敬 把我们聚会 弟兄姊妹 交托在你手里 祝福他们的家庭 工作 还有教会服侍 我这样子祷告 乃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感谢主 在新年的开始 李国选弟兄给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 神与我们同在 也盼望在新的一年中 真的 我们能够与神同行 感谢主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弟兄 福音朋友和弟兄姊妹 没有 没有 虽然过去的一年 大部分的时间 大概有超过半年 我们是停止聚会 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的心 真的都与神同在 都关心教会 我个人 有两位年长的姐妹 都跟我讲 也请我把一年没有聚会的时候 他对教会的奉献的钱财 都自己都保留下来 到年底的时候 奉献给教会 教会负责 财务的弟兄也跟我们讲 虽然有很长时间 我们没有开门聚会 但是教会的奉献 没有少 所以感谢主的恩典 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 如果谁有时间 有感动的话 可以留下来 把地毯吸一下 这里稍微有一点 那我们今天聚会停在这里 但是我会不会玩 才会麻烦 我学 näch了 你 能否